十方好歌 推广佛法 带您来听以高梅和感恩之主 十方之歌的创作缘起是要促进社会祥和 残阳孝道以及彰显佛法的智慧 进而进化社会 端正善良风气 中国是最注重家的观念 在三大节日中一定要和家大团圆 除戏业又叫做以高梅 是家家户户吃团圆饭的日子 在一番除旧不新之后 就开始张罗丰盛的菜肴了 说好话 讨吉利 领了长辈给的红包 全家温馨和乐 充满了爱的氛围 十方善缘成就十方式 十方才造就十方净土 一个善念可以普遍天下众生 捐低慈爱可以开出朵朵心莲 一盏烛光可以照片黑暗角落 我们以虔诚的心来感恩您的发心成就 借由感恩的歌声来表达我们至真至诚的谢意 感恩天地 感恩人生 感恩从生 感恩无尽的考验 知福惜福再造福 知足不贪免遭殃 多行不失积福德 勤俭传家传美名 节俭最大富 知足最大贵 再接下来这一首歌曲 知足就是要奉劝世人 多贪多烦恼 凡事不要太计较 自在啦 自在啦 万般自在莫永仇 知足啦 知足啦 平平淡淡就是知足 烦恼啦 烦恼啦 25首十方之歌 5月1号到8号下午1点30分 在十方好歌大家唱节目中播出 好歌完整呈现 欢迎观众准时收看 十方新闻整理报道 好歌完整理报道 好歌完整理报道 好歌完整理报道